現在來把積木把它完成 你點到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我先收起來 你看積木更簡單了 就這樣出來就好了 也是一樣 找到我們的什麼 有一點點癡症的硬體 拉出來 告訴他你這三個腳位接在哪裡 你不用告訴他你有接電源 他知道 你也不用告訴他你有接地 他一定要 所以那兩個不用 去到現在接對就好了 這樣他才有辦法溝通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 這裡 這邊我就先丟掉了 那LD點擊症在哪裡 他是屬於原件嘛 就顯示跟不顯示而已 就是在這邊看到 第一個 拉出來 所以我告訴他 請他 我這個第一個是16 14 這個是5 那 那為了要測試你可以來這邊 先顯示一張圖片 你可以用這個也可以 這樣有沒有 丟出來 顯示的方法有好幾種 我們先暫時先不管 先用這一個 那你就可以馬上來測試 測試怎麼測 反正這裡也測不出來嗎 就要看這裡啦 對對對 你就要看這邊了 所以就 看一下 看一下 等一下會不會有 如果 欸你發現 你真的接對都沒有 那稍等一下 第二種 他現在先試一下 不過應該 不應該是全部亮的 因為這是一個心情 預設是一個心情 一個笑臉 一個笑臉 好所以這樣可能不對 那我就要來檢查一下 這邊有沒有錯 這樣您清楚了嗎 所以我等各位一下咯 請問這樣有笑的嗎 有 掉了啦 因為我現在動到他了 我動到我的那個 Smart 就是這邊會變笑臉 笑臉 那我剛要跟老師提醒一下 就是我們那個Smart 他那個貼紙啊 我發現 呃 這個 您在看的時候 這個有沒有 像我這一張貼的是比較準 對 可是有幾張 他貼的比較偏上 所以你會覺得 啊我的那個 位置好像不大對喔 跟這邊 洞比起來有沒有 跟這洞比起來 不大一樣 所以 你 用 盲人的方法 用手摸的 第一顆 第二個洞 第三個洞 第四個洞 這樣最準 OK 所以那個 有的 有稍微貼 像我這邊就是有 你看這兩個 有沒有這個 這個是這樣 這一個 貼的比較偏上 有沒有看到 這個剛剛好 有沒有不一樣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所以 這個 腳位就會有差喔 那記得喔 只要你動過了 你看我剛剛不小心 動到他了 是不是就不見了 所以 我就必須要重新 再把這個 把料再擦一次 因為 LED 點矩症 比較高拐一點 就是 他一定會有個 初始化動作 不像LED 那麼好搞定 因為他比較多個 所以你必須要 多做這個動作 那 重新執行 確認他 會微笑的 我們再來做 好 如果老師像我這樣都已經微笑了 就沒有問題 表示 真的 就通了 其實右手邊這個就沒有什麼用 因為LED點擊症 除非你要做數值的判斷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剛剛這種方法 是不是顯示這種符 對 你也不知道它是什麼符 對不對 好處是這樣看起來程式碼比較短的 那如果你要簡單一點的 你可以來這邊 這裡 有沒有 用這種的 8864字一點去扣 對 對對對 這一點也可以啊 欸 這樣子點 但是有人會說 我這樣大眼睛小眼睛 我也搞不清楚 對不對 好 所以先丟旁邊 你先試看看另外一種 來 我先把它複製一份 這裡 你看這裡 它也有 可以顯示英文 有沒有 你就 過來 如果你要的是標準字的話 從這邊大小寫啦 用這樣子也可以 數字 在這邊 有沒有一個圖案 基本的圖案 你看 像這樣按下去Play 它就顯示完這個 再顯示這個 比較慢一點 但是沒關係 等一下出來再說 這樣是不是有第二種方法了 那還沒有別的比較不一樣的方法 有 你也可以怎麼樣 在這上面喔 按右鍵 有沒有可以說明 點一下 自己來這裡點 哇 這個點的話 是真的這邊就會跟著亮喔 如果點一下是比較順暢的話 你一樣把開發板的名字 就是你的這個裝置的名字打進去 把它打進去 像我在這邊 開發板的名字 好 我把它貼上去 那一樣 告訴他 你的這個 腳位是多少 十六 十四 五 連線 那如果有的話 這邊就會變成空的 那我這邊點一下 這邊就會跟著亮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互動 好 那等到呢 你覺得 欸我弄得差不多了喔 已經畫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 上面的代碼在變 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這個代碼 複製起來拿到那邊去 喔 等於說這是這樣 直接互動式的去操作就對了 這樣 好 有沒有了解的 OK 嘿這是另外一個方式 那麼 有了基本形狀之後 我就先把幾個可以做的方法 跟老師講一下 這些都是靜態的呈現對不對 他有兩種動態的 好碼燈 跟什麼 換圖片 來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可以做動畫 所以知道小育人要怎麼做了吧 拿這個 看你要顯示哪幾個圖案 你看我們就把它丟出來 只是比較討厭 我們這邊暫時還看不到 其實 模擬器有 哈哈 我又想到模擬器了 因為模擬器有LED點擊震 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想要馬上看到 也可以先玩玩看那一個 那我就把這些圖案 列表 我就把它丟進來 這樣 那 老師稍微留意一下喔 他的那個什麼 切換的時間 這個 是不是100 單位是毫秒喔 所以一秒鐘得幾毫秒 1000 等於0.1秒就換你們圖案了 所以這樣會超級快喔 所以 預設的這個 要麻煩你 如果圖案不多的話 你可以1000 或者是 甚至兩秒換一個我也不反對 這樣才不會說 跑得太快 比如說你要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啊 對不對 好 那你就可以按下去 稍等一下 那看看 他就會自動切換 這是 動態的第一種 就是 動畫的 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做跑馬燈 比如說你的訊息比較長 我這裡有沒有跑馬燈 你就可以把那個 內容放在裡面 你要顯示的內容 一樣的 他就從左邊跑到右邊 這樣你了解的喔 OK 所以就給大家 先稍微玩看看 因為我不確定 各位待會連線這樣 能不能馬上看到 如果你真的 跟我一樣 暫時看不到的 就把模擬器打開 模擬器打開 在這個地方 SIMULATOR 你看我們在右手邊這裡 原件 有沒有真的有LED點矩症 這樣回家玩也可以很高興嘛 哈哈哈 OK 來 我把換換給您 所以反而 LED點矩症其實 跟我們剛剛 單顆有點像 可是他能夠 因為有64顆 所以就能夠做比較多的變化 我也是 他都在看 有 了 你 你 突然 你 我 谢谢观看